大家好 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继续有我许珊 另外是我们的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Dr.Kong这次企业的公关灾难 来得快 走得相当快 由大家齐齐哭打的企业 我想有没有半天就变成了香港的良心企业 有没有半天也是 这次他们也处理得相当快 也很快地平息了 我相信过多两天大家都会接受 整件事都挺快 话说 何伯和何太他们指称是世界级网红 因为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粉丝 在香港街头碰到他们 相当热情 又说他们是明星 我来自哪里 都经常见到你们的新闻 哇 很开心 在香港真的见到你们两个 话说Dr.Kong有两个员工 一个就去拍 一个就真的黏在何太那里 这两个都是女职员 所以就走过去 又扶着他 又搭着他 很开心 虽然遮住了嘴 话说这张照片一出之后 哇 厉害了 Dr.Kong的Facebook 被人简直是炸板 洗板式不断吵 吵到这样的时候 他们公司就采取了一个方法 就是删了回应贴的功能 这也是合理的 因为相信当时又被人炸板 不断洗板 不断留言 不断攻击他们公司 他们的管理员这样删了留言 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做法 当然了 每个人对于这张照片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有些人觉得很小事 但有些人觉得有没有搞错 你在开工的时候 就去找这两件的东西来拍照 或者这两个很明显是过街老鼠 还找他们拍照 或者觉得你跟进这件事 有了解他们最近做过什么的人 可能觉得相当咬牙切齿 对于他们这么过分 又爆粗 又骂人 又起底的子女 做到这样的话 这些基本上没有道德的人 还找他们拍照? 那我们不知道 那两位职员 究竟了解他们有多少 或者他们很认同 他们两个做的事 都不顶 会不会是所谓的河粉 那些我们不知道 总之 大家有他的情绪 都是可以的 先说回来 Dotr.com 他这样删除在贴下留言的功能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合理的 就是不要让更多人留一些留言 让别人看到 有些不太好看 但是你没有了宣试的渠道 让别人去骂你 或者说自己的心声 或者对于这件事怎么看 那些人就可能更加生气 我们看到有些网民挺有趣的 他真的去Dotr.com 那个Facebook专页 就DM他们了 他就说 请问禁留言 是什么意思 发表意见都不能够接手 那他们怎么回复呢 那好了 其实Dotr.com方面 都算快手了 他们在药莫 昨天晚上的时间 到不了 还是黄昏 那麽阻紧 就出了个声明 我读给大家听 本公司注意到有员工于工作时间拍摄照片的事件引发争议 特此声明我们高度重视有关事件 经内部调查后 我们已对该员工 善离职首一事 发出正式警告 并作出停职处分 我们在此重申 公司与照片中出现的其他人士 并无任何合作关系 对于此事可能引发的误解和不变 我们深感抱歉 并向受影响的各方 致以承智的协议 本公司将承诺 加强内部管理 确保所有员工 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继续专注为顾客带来卓越的购物体验 Dotr.com健康械 2024年8月16日 哇 厉害 我觉得这个回应 也没有继续在这件事发烤下去 有这份声明 我们看到 公司已经对该员工进行处分 也向公众道左协 我认为大家都应该接受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觉得不够后 其实很快有些人会回应 所以觉得他们是良心企业 就是这样的意思 待会我们可以说多一点 我们先解决一下这个声明 其实挺过瘾的 因为网民一来就说 有没有搞错 跟这么黑人憎的人去拍照 或者全城公敌的拍照 有没有搞错 还有员工似乎叫做善离职守 也有告诉大家 是善离职守 警告了他们 也会告诉大家 是高度重视这件事 即使我们是尊重网民的留言 和意见 也说内部调查 我们也有调查 还有一个位置 我都觉得挺出乎意料之外 就是说 跟照片出现的其他人 即是暗指他们那两个 是吧 就看到 并无任何合作关系 因为大家在想 咦 喂 这样拍照 有什么Dr.Kong 是否找了这一队 他们自称 网红的他们 间接地 帮你们品牌宣传 因为他们两个 够红 这张照片 一定是全通街 到时 Dr.Kong 很多人了解到 咦 他们两个都关心 你们品牌吗 那是否有什么合作 还是什么 间接 哇 经过他们这些照片 出到来 即是将你的logo 将你的品牌 带来给其他人看到的话 哇 很厉害 引发出来的经济效益 我想真的 很巨大 是很厉害 是否想找他们两个做网红 是否想找他们两个带货 是否想找他们两个做业配 是否想找他们两个做业配 是否 不是 因为有时 这些帐墓又像花 带下货 那些 或者软性出贴的时候 借一借你的样子 还是怎样 例如你睡醒觉 拿些什么 冲剂冲杯 营养饮品 给自己喝的那些 这些就是软性 去卖一些的产品 是否想借着他们 帮忙推广 好 那说清楚 是没有合作关系的 那就好 不用令人觉得 误会 对吧 他这个人 他过往不是 宣称过自己会成为网红 亦都说自己 好知名的 好多人认识他的 是吧 他一个这么红的人 会不会外面接一些 的宣传活动呢 有人会这样想的 既然出现在Dr.Kong 又见到有员工 这么热情的 也都 不排除有人 会这样去联想的 现在再三声明 就是解释回 但是没有跟他有任何合作关系的 这个解释是合理的 那么他们两个 尤其是这个何太 就觉得自己 未来是什么直播大货 又很有商机 又或者交帅都交过亿 老实说 经过这件事 你不用想那么多了 只是Dr.Kong 就是最好的人版 谁想学他 你就找他 帮忙帮忙 没有人敢闻的 现在这样说出来 你傻了 不过 现在等他们两个放出来才算 据说 由我们现在录音这一刻 何太和何伯都还在派出所 没错 就是在龙派出所 经过这一次 对于他们两个的形象 就再一步打击 由-18层 我想起码都去到-28 又去派出所 就是什么 生不入官门 正所谓 如果还要留那么久 如果到时公安叔叔 还招呼你 离开 或者还要找你 签个名 一场误会 那就好些了 现在不是 现在回来 是立案调查 你可能牵涉到 一些罪行都不顶 这次就大事了 虽然DOTACON 这次 是很厉害的 即是说 纪律问题 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 什么的 我们还有 看到 那些朋友 即时是怎么说 有些人也会觉得 是否一些网民不理性 但其实也有很多很理性的网民 我们一定要公平才行 不要说 哈哈哈哈 笑人 什么的 有人说 多谢 已经正视问题 祝你生意兴隆 他是真心的 不是那些 生意好些 生意好 那些不是这样 那些赢鱼而已 这是真心的 希望大家买一顿襪子也好 没有小孩 小孩大了 穿不了 可能买其他 也有人说 为公司积极回应 甚感骄傲 果然是香港的良心品牌 也有些人很快回去跟他说 Well done 会继续支持 有些人也会说 我给大家听一些正能量 有些人说 帮忙踩一脚 这些是对我们的污蔑 也有些人说 感谢Dr.Kong 积极解决问题 对你们品牌更有信心 期待下次光顾 逐生意兴隆 代表什么 他本来都是Dr.Kong的客人 经过这件事 本来看到这张照片是很生气的 为何职员找这两位 神僧鬼厌的人 还要拍照 还要拍得这么开心呢 那不行 立刻想不买你们品牌的鞋 或者已经和你们割席了 幸好看到你们这一封信 便挽回这位顾客的心 这是非常好 又从一个公关灾难 扭转成一个公关示范 这次已经算得上是 有一次的教科书式 可以补救一些藏 并且可以挽回失去的声誉 不但还有这么多人 表达支持和关心 对公司来说的形象 又加了不少分 对不对 没错 那两位同事也是停职 什么时候再復工呢 大家不知道 没所谓 没所谓 起码都没有说 叫他炒了 有些人说 为什么不炒了他 我觉得不要去到这么辣 大家都给了个机会 别人改过 好了 除了说他引发公关灾难 或者找他拍照 会有这么大的问题 或者他这两个人对企业的品牌 形象是这么大打击的话 那他们两个 不是被人赶住了 没生意吗 其实呢 有另一方面 也是可以 找到吃的 是吗 形象这么悲劣 也可以找到吃 是 假设 我们用一个阴湿点的角度 你有什么品牌 是你的对家 或者是你的搭家 你想搞X他 你就麻烦 找这两件黑气 就过去吃东西 又扮演到 好像在合作 那样的 可以 可以去第二间 又是叫Dr. 麦麦 那一关 你这次去完Dr. 麦麦 下次去另一间Dr. 麦麦 那些Dr. 麦麦 那些Dr. 麦田 那些是吗 那些 总之你有什么 有时见到他 他是不是拿着 这两个 就是河太的粉饼 整个粉饼 他现在就开始学人化妆 有时就拿起 那个黑色圆咕嚕的粉饼 那盒 粉饼就塗粉饼 補粉饼 又拿着照照照照照照 你想弄哪一支牌 你就找他拿 如果你是SK2 你就不要叫他拿下去 你拿另一个品牌 是吧 你拿其他品牌 你便会害到他 哎呀 他用这个品牌 我以后不用了 用完好像他那样的款 你还用 是吧 是啊 总之他用过什么 就没有人再用那个品牌 我也有留意 所以我看到他拿着 圆咕嚕的粉饼 那个盒 就是粉底盒 真的要 我也有注意什么牌 我也未看得清楚 哎呀 真是这个得胆少 所以这两个 哎呀 真是全城哭打 有些人就说 是不是应该要这样追击他呢 或者是怎么怎么 记住 我觉得不是追击的 不是追击 因为为什么呢 每一个人的感受不同 你对于他们两个所做出来的事 你认知有多少 了解有多少 可能你越了解得多 可能你便觉得他们认识 更加认识 更加认识 也不认识 可能更加知道更加多的内情 可能更加生气 也不认识 如果你的认知 只不过是东张西望 那几次的访问 接着再加上一些媒体拍下 什么两夫妇吵架 可能你的感受就没有那么深 就是这样 是的 所以我们也要尊重每个人的感受 亦都不能够用自己的标准 来量度其他人 这样便不公平 对不对 说不定 你在街市 或者见过他们两个 或者你是当中的街市里面的朋友 或者你是认识 例如肯定的子女 等等 可能你会更加生气 他们两个都不认识 因此 我们一定要尊重每个人的看法 每个人的背景不同 人人不同 不能这样 哎呀 不要这样对他们两个 什么什么 正所谓 针不刺到肉 就不知痛 好吗 如何都好 我们留言板也好 什么都好 互相尊重 亦都要想想对方的感受 好吗 对 没错 总之今次你又拍了一张照片 被人的感受很差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Dr.Kong这次的事件 就叫做解决了 原本解决了 我相信日后这位员工 都不会再任性了 是吗 你无端端和网红拍照 我想就算其他那些企业 品牌都会不此为监 间接地 亦都令到香港的整体零售业 他们的专业程度 会再有一次的提升 是吗 没错 很幸运 你这张照片里面 就拍到Bossini Bossini Bossini就没有烧到 没有烧到他的财 幸中之大幸 幸运他们Bossini的员工 没有兴奋到冲出来 找他们两个又拍了一份 有点麻烦 是吗 没错 好了 今次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